Hello 各位故友大家好 今天就繼續說回基金的部分 今天這條片應該是會員片 可能會有預告的 主要是會員片 這個會員片我大約都寫了很多稿 星期六日的時候都寫了很多 估計可能會拍到兩至三條 一路越後就會越講得深入一點 會帶有些實例 讓你看到原來這件事是這樣的 這樣去表達 今天會說什麼呢? 這段影片算是第二講 會說什麼呢? 買基金如何賺錢 賣股票也這樣升 買基金是否升得快一點呢? 為什麼我要買基金呢? 這個其實是沒有人想的 他純粹聽過名字 為什麼會這樣做? 當中有一個邏輯 會有什麼出發點? 我的出發點要怎樣去想 為什麼是基金? 又不是其他呢? 第二就是這種做法 賺錢的方法 前次有什麼要求? 要怎樣去考慮這件事? 有什麼應該要處理?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就是除了基金之外 其他資產怎樣呢? 有什麼比較呢? 行不行呢? 今天這段影片會說這件事 首先為什麼我們選擇基金呢? 其實這是現今一個世代 這個世代裡面的投資哲學 大家都經常說 財務自由 你一出生就為了財務自由而存在 但財務自由當中所有的過程 或是怎樣的需要 未必每個人都會掌握到 或者每個人都知道 其實是一個什麼步驟 但怎樣也好 其實這是其中一個 叫做 財務自由的其中一個方式 包括在裡面 製造一個現金流 而它主要是來自於 一個槓桿融資的想法 去配搭你的收益 製造一個比較理想 或者製造現金流的理念 這是大家經常說的 財務自由的其中一種方式 而它們怎樣製造盈利呢? 首先你知道 比如買基金 它們會有些 它們會很深刻 在什麼呢? 究竟它們是累積 究竟它們是一個 fixed income 純粹是派收益給你 派息 定期固定的 給一個 好像出糧給你 通常就是這兩種 我們上一段影片已經說過 而很多時候 累積型的基金 都會把你的收益 加起來 所以你看到 它不是直接 你見到它上升 它不是股價上升 它是包含你的收益 而上升 換一個角度 我繼續持有這個 但是我將收益 拿出來 自己帶著 fixed income 其實效果都是一樣的 不過你看看圖 就好像那張比較漂亮 但其實就不是 不過錢給你 當然給錢 也是另一個考慮 就是撕本不撕本 這些是我們後期後面會說的 現在就不說了 而這個就是一個 它買基金 它會出現一個狀態 就是 我買回來 它派息給你 好了 那這種製造盈利的方法 其實它怎麼可以 令到它賺多一點呢? 那一陣子派五利息 六利息 大佬 那些黑癡都掉了 如果買一個基金單位 好像 最近我們買的 可能已經升了5% 10% 其實已經 很快 已經是消化了 可能我們以前 修飾片都有說過 你製造現金流 很多時候你考慮 我買這個回來 你不是看它的增長波幅 你不是看它的升跌 你看它的升跌 那它升了5% 那道理就是 你升了5% 我這麼短時間升5% 比我坐這麼久 我收5% 做到你派息 你才給我5% 派齊12個月 你才給我 那你就會想 其實我賣就可以了 什麼 問題又不是在這裡 問題是 你要明白就是 當它每個月都給現金流利 你是算到數 你自己怎麼用這筆錢 但是波幅 你是算不到數 你不可以肯定 那個意義有點不同 所以有時候會說 那些基金撕本 或者不撕本 撕本就不值 其實也不是完全 以往我都會這樣想 但是現在我都覺得 不一定是這樣想 這個是為你製造年金 或者做一個 滾定收入的方式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是會計算到數 你知道你會收到多少 之後你會做好好的安排 但是那些呢 升升跌跌的那些 那些 那些升5% 你賣不賣 不賣是沒有意思的 你不實現過 你不可以把盈利實現 而派這個fixed income 給你 你是把盈利實現 你明白嗎 那個分野就是這裡 你實現不到盈利 不是盈利 都是賬面數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這樣 那些人就會想 我收了這個 買了一個基金 拍金照式 那我怎麼把它配戴呢 那我怎麼去做大 賺多些錢呢 最主要就是 透過一個槓桿的方式 槓桿或融資的方式 或者Investment Loan 去做一個增加資產的規模 而從基層的資產出發 去令你利用這個槓桿的方式 令你賺到更多的錢 這是坊間一般的概念 我不評論這件事 想法是否正確 而這個做法 在我的角度來說 在低息的環境下 是挺好用的 亦都用了很多年 因為這十年八年都是低息環境 沒錯 我強調它是低息環境 高息環境來說 相對有風險的 利潤就少了 相對利潤是少一點的 還有操作是有一個危險性的 因為你要這樣想 如果我低息的時候 我賺取的差價相對是多一點的 我可以承受那個風險 就比較划算 但如果不是 我現在說我派4.5L 但我現在借錢都4L 那我就賺很少錢 但我股價的波動 隨便便輸了 即是得不償失 所以相對來說 這樣比較一下 它是沒有那麼好處的 高息環境下 好了 還有一件事 除了高息環境 其實那些派息 派給你的東西 應該派得高一點 但不是一定的 這不是必然的 這個有機會我們後面再講 我簡單的方式去舉例 究竟會有什麼事呢 以我們買股票為例 假設我們買了三百六 這個中石化 買回來 做了一個基層的產物 即是當你一個基層的股票 假如它每年派息給你是十厘 那你就稍稍稍稍稍 譬如我用五元買 假設我買進來 十厘便是五毛錢 一年就收那麼多 收那麼多的利益 等你投資的公司 真的從一個投資角度去考慮 而這個時候 三百六本身 這個股票也是一個資產 它又可以自己做成一個抵押品 即是拿銀行 拜託我拿一張股票來抵押 即是經常聽到說 拿一些股票去押 去製押 去借錢出來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呢 好了 譬如我拿一些三百六個股票 借了出來 借了出來 借了出來之後 我又再買三百六個股票 這個做法 其實某個程度上 跟炒媽戰 即是炒市 那些媽戰 差不多是一個概念 而我用這個方式的解釋 是想大家容易明白背後的原理 就不是說 就是媽戰幾多幾多 可能你不明白什麼媽戰 就變成一個名詞 但是背後就是這樣 就是我買了一塊東西 拿去抵押再借錢 是吧 然後我借了回來的錢 又再買這塊東西 然後這塊東西 又再拿去抵押 又再借錢 又再買這塊錢 又再買這塊錢 就買到零 這樣就盡了 整個媽戰就大了 這個概念 這個重點 就是這塊錢 是銀行 或者貸款方 認售作為一個抵押品的一件 所以才可以這樣配搭給你 這個媽戰也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在這個時候 銀行為了保護自己 那他會做什麼呢 他都會對你 例如我拿三百六個股票去抵押 他都會做什麼 他都會把這些東西 左減右減 這塊錢 那塊錢 做了一個股值 我們本來是十塊錢 就只剩下六塊錢 我借六塊錢給你們 明白嗎 就好像利塵樓 割在市價 和銀行股價 甚至乎物業股價 儲高股價 都完全不同 就是這樣的股價 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同一隻股票 可能在一間進取的銀行裡面 它的股值是高一點的 在一間沒有那麼保守一點 比如這些很小的銀行 可能你那隻匯豐去補 他都說是10% 但是你拿去進取的 可能是一間貨星銀行 那間貨星銀行 就當99% 都可以的 純粹一個舉例 我們簡單的 要數字化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意思是說 你買入的時候 價錢5元 然後他隔離隔離隔離 中石化突然又減少用油車 然後又貴 又KKKK 然後那邊又打仗 然後月球爆炸 都計算了 之後 他說 我給你一個六折 當你拿來 借六折 即60%的錢給你 到時候 你便建基於這個系數 建基於借貸額 便拿去借錢 用這樣 這個價格是以市場計當時 你拿去的 甚麼是六成 這個我但這個 Safety 就是是新 agreement 指是五元的六成 就是3元 一段跌跌跌跌跌跌 下跌跌跌跌跌跌 就變成2.4 它隨時會變的 你要懂一下 你不想著自己的五元 再跌跌跌跌跌到七成 沒事 做差一點再04 不是的,它是计算市价,去计算你的Value 就是它会有一个Value variation 整天会这样动 所以你就要明白这一点 你不同时间买入,不同时间去做的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我们假定,譬如$360,它的CV Golateral Value,底压值是60% 譬如,如果价格是$5,那你就等于什么? 我现在拿着这个东西,拿一张$360的股票 走进去跟银行借到什么呢? 用它算$5,那就可以借到$3 今天价钱,借到$3现金给你了 譬如,你有$100万股,$500万的钱 在这情况下,你可以借到$300万的钱出来 好了,这时候你就用$300万的钱 再在$5这个价位买$360 你又可以买到$60万股 就是这样的 拿$300万去乘$5,那就是$60万股 即是说,原本的$100万股 就变成$160万股 持有了$160万股 这样计算的话 即是说,你原本$50万乘$10%的年收益率 就变成$800万乘$10% 就变成$80万的收益率 就变成$50万变$80万 整个增长好像很厉害 不过,银行就不是吃债 银行也要吃饭 所以他借钱给你,当然要收息 现在的利息很高 即是说,当你借钱的成本去到$5% 即是说,你七取八扣 在$300万借回来的钱 你要给他$5% 然后你自己收益 收10% 一双减之下,你只剩下$15万 $15万的利益 即是说,$5%还借款的利息 自己留下$5% 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当中有什么风险? 万一他不派息 那就好玩了 即是股票不派息 就好玩了 到时你会把整年的息息给他 所以这个分散投资 不要集中在一种,是有道理的 为何买基金去派息 就比买股票去派息 股票说单一去派息就有风险 他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他有机会不派息给你 我们在后面再说一下 这个就是你的成本和所谓的支出 扣除之后 你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你的收益是$50万 然后第二次在杠杆买回来的 就是融资买回来的就是$30万 然后减你的利息开支 那$15万 然后整体都收到$65万 就是给你原本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 不去承担风险的情况下 咦? 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 咦? 我就是收$50万 现在增加了风险 但是我多了$65万 这个是不是我经常说的 你能否意会到 利润当中必须包含风险 其实你的利润就包含了风险在里面 永远都是 你看不到的 不过它就存在 整个状态就是 你这样做完之后 其实你的收益也多了$30 这个程度上也是一个 很吸引人的一个状态 而你在后面 假设你买回那$300万的股票 你又拿去按 你又再按60% 按了多少钱出来? 按了$180万 按了$180万出来 按了$180万出来 然后你又去买这只股票 你又买到买个数据 然后你又再减了收益 那你越运动越大 这个就是无限运动的大法 不停运动 听到好像很爽 当中当然可以很严重 不要以为是没有问题 这些后面章节 我们再讲到当中的风险 当然会有些东西 令到你存在问题 你听到一听到 一塌当 怎样呢? 记不记得2023月 塌到怎样? 塌到这样 为什么会塌到这样? 就是拆仓 怕的 这些后面我们再讲 其实这些investment loan 其实很多资产都是可以做的 比如买股票 买债 基金 ETF 房子 股董 甚至乎订单 订单 订单都可以 都可以做到的 不同形形式式的东西 总之都是那句 银行信你就可以 重点是银行信你 借钱贷款方信你就可以了 开LC也是可以 拿订单去做的 去开LC 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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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收有钱放 这些都是银行信你 就是认为你走这条路线 比如我走这条航线 由香港 经过维多利亚江过九龙 当中不会出现索马里海道 就是抢劫你手船 所以他认为很安全 然后他就信了你 打个八折 打个七折 然后贷款给你 收你利息 去到那边 那边的人收货 要给你钱 就开放了 有了这样的概念 其实直觉概念就是这样 好了 各样的等级值也不同 各样的等级值也不同 各方面的风险也不同 不过他们的本质 就不是很大的问题 应该说那个方法 我意思是想说 借钱融资的方法 那个本质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在资产的本质上 不是方法的本质有问题 在资产的本质上 就很重要 所以不要说 一听到杠杆 你就怕了他 我们一定要先理解 我之前说的一句话 我接受一件事的时候 我会去理解很多 然后接受他 其实我否决他的时候 我同样应该理解很多 我才决定否决他 这是我们同样要做的 两边的事情都要做的 其实就好像我们买楼 其实都是杠杆的 跟上面的方式 其实都类似的 只是乘数没那么大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楼现在目前 在前面的十多二十年 都是在一个一直上升的周期当中 而且周期又长 所以你不觉得他的问题存在 其实这些事情 在我们97年的时候 就爆过了 一样可以负资产 同样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不过你遇到的这件产品 所以其实方法 是可以存在问题 也可以不存在问题 但重要的是 在一个资产上 它承受到 这个方法定下来的规则 的压力 就是这样的 如果做到的 那你便做到的 那你便做到 没问题的 而且我们一路做 就是租的问题 做完之后 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经常说 人的钱是用不完的 没有必要把自己 长期放在一个 用不完的钱的风险里面 就像许家印那样 许先生 他现在相当辛苦 但其实 即使他再做什么行持也好 买多少地也好 那些钱他洗完了 洗得了吗 洗不了 但是他现在就在这个风险里 而他就中了这个风险 有没有必要呢 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 走到一定的地步 当你收购的时候 赚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就应该去杠杆 把杠杆减到没有 那这个风险就最低 那你就赢了 变相就不会输了 输的机会就小 最少是输本 就不会输到你负债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件事 希望就想 而且你也明白 因为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东西 所以你看不到 不过底层思维的逻辑 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角度 假设十几年前 你10元买入腾讯的股票 去到今时今日 那你会不会怕 腾讯的股票 跌到你 输回头 你不会怕它跌回到10元 然后你还要被人斩仓 你不会的 所以方法就不是有问题 只不过你买的东西 还有什么时候买 还有买什么 是很重要的 那你去走 譬如你从10元开始做杠杆 例如拿一千万 拿腾讯10元去做杠杆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走到今天 哇 不得了 你完全不会考虑到 腾讯会被人 你会出事 不会想到这件事 然后你就减了 还钱 清掉仓 然后还有很大的钱 就继续在收息 或者继续在增长 对吧 概念就是这样 其实这里是牵涉到资产配置的概念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些东西是有计算的 虽然我没有读过 但是表面的概念 或者那些东西 都是能够理解的 都是知道应该怎么做 首先就考虑到一个 就是考虑到以上的赚钱方式 首先 你要明白 就不是从它那个升值 是赚取多少钱的 就不是从它那个 资产增值 赚取很多钱的 即是有些人 他会售你那个基金 喂 他那个 TRAC RECORD 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多 不是不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这不是重点 当然你越升越多 肯定是好 越升越多 肯定是好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想收到 将那个 每定期去将那个盈利实现 不停感受 你不实现的盈利都没用 有一天你遇到 这个 这个 譬如大病的时候 3月2020年3月 突然插下来 而你刚好那时候 你可能坐牢 或者不过意 打个客车 双方进了医院 你处理不了 那你就又归零了 明白没有 在那个角度上去想 就是这样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那些人就经常想 跌下去是一个风险 你再投资不到 也是一个风险 你买不回 上不回车 那风险也有很多 以往 20年前 买匡仪 买医 买匡山 十几百万 很开心 然后拿去玩了 然后现在看着 欲哭无虑 这个就是一个 再投资的风险 都是有的 你会看到 周围都有说的 所以这个 我们都要明白到 其实无虑 都会有一个风险的问题 所以 我们的这种方法 就不是说它要升值多少 而是它要说它的稳定性 我们要考虑Beta 要考虑Sharp Ratio 要考虑这些 你真的认真去想 就是我 要避开 但是 你真的认真去想 这些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 然后 再从它们的 穩定的产出 利用杠光的方法 去得到一个 相对低风险的回报 不过 这个也是理论 这个世界这么复杂 你永远都不会 实质性地达到 而且 你经常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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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Covulation 通常要负值 例如 有时候 谈谈股票 例如 当市况是怎么样 行什么政策 你股票的比例 要说多少 尽量保持住 在某个数值里面 你想要的数值里面 你经常要 谈谈股票 现在占了五成 只要没有 价格上升 下跌 然后 比重会变成 债和股票 下一段 我会再说债和股票 一个概念 是否现时 还是这样 以往的想法 就是股票 升 债升 股票一定跌 就是想说 后面再说 然后你就去 address 但你经常要去控制 然后告诉人 你有多少钱资产 没有 只有二三百万 你就用来搞 所以这个概念 不是我们这些散户 是完全适合套用的 就是要去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它有一个规模 效益 我们没有规模效益的时候 你就做这些事情 又不是那么实际 而我们也不应该只是投资 在一个产品上面 就是合理地去分散 投资在不同的产品 以及务求他们的关系 做到一些负值 一个升的跌的时候 有这样的想法 这些是传统的想法 但现今世代 其实也不容易做到 而且通胀是很高的 在自己用这些方法去做的时候 你都一样是跑输的世界 所以这些只是一个大概的理论 实际上你要留意和操作 你自己的东西 你一定是自己更新 更新更新的 你放在NPF 你不是佛系的吗 你不是就是告诉你 然后多了市跌的时候 报纸就告诉你 每个人的平均跌多少 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有变过吗 没有变过 你都要看看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 自己的做法呢 譬如今年做得好 每个打工仔每个户口 都多了多少钱 整天都是这样的 因为是新闻 也不是新闻 正常的嘛 但你就要处理 你要处理才可以处理到 绝对不会是一条死数 随便你这样做就做得到 因为如果坊间给你的死数 他当中 或者他给了一个方案 这样借就可以了 你要小心一点 非常非常小心 就是什么 他给你的这些数 很多时候 他做不到 他没有办法预测 有一个系数 他没有办法预测到 是什么 就是时间 我经常举个例子 譬如我买Teksa 我在它很低的时候 200元这样买 它升到上1000元 我1000元卖的时候 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不是 我现在跌到620元才卖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那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发生 你不知道 但是他告诉你 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其实都是time 炒波幅都是time 就是这样 好了 快点转换一下 那几个不同的资产 首先就是股票 股票 股票 股票有什么不处呢 波动很大 还有派息的时间差异也很大 可能一年一次 或者半年一次 四个月一次 就不是很适合想要一些稳定的人去买 长期持有 主要是 你买股票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赚取它的增值 这个是真的 但是 是不是说你完全 嗯 就是我想要收息 我就不可以买股票 不是这样 是可以买 不过你就要一个组合 你不要单一只 你要一个组合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这就牵涉到一个能力的问题 分分钟你会买错 譬如你买了一些 派息好 但是长期下跌的股票 那你就糟糕了 是吧 你整个组合就完蛋了 那你跟着 它不上来 你没有钱了 这个你就要去想一件这样的事 所以 是有的 有这个需要的 但是 你需要有一个能力去处理 而且 它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赚取现金流的方式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派息的时间不多 就是 那个机会不大 那你需要很多组合 或者你需要很多 懂得去处理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到每个月的派息 那这个是不是你可以做到呢 那这个 这是一个考虑 但是 我们都要明白 其实基金背后都是这样的 其实 可以做到 只不过你要有一定的能力水平 去管理它们 知道你自己在买的什么 而且你对市况的风向很清楚 譬如在买食物 即是买食物股 但是 现在经济下调得很重要 各地饥荒 都没有人去买 买食品 那它没有生意 那就下跌了 那它也产出不了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另外一种是债券 债券听起来相对稳定 但其实稳定的意义 是投入或者收回的那一刻 在期内 它一样 因为市况有一个不确定性 而在波动 不停地波动 而且风险和收益 或者 不是那么成正比 怎么说呢 你可能会赚一点点 稳定的派息 但是你可能诚实的风险 就是Default 有时候也不是很合格 不是很比例 的 因为 譬如同位A级的公司 其实某个情况 都可以突然之间 因为一件事 突然之间违约 这个情况 其实什么资产都会有的 什么公司 什么行业都一样会有的 不是说 债券是写包单给你听 就是说 一定你买我就很安全 风险就很低 其实就不是这样去想 而我是想告诉大家 债券不是大家想象中 一定是这样安全 就是你没有的时候 可能分分钟就完全没有了 还有你说所谓的 什么care cut 什么节 什么节 你是要走到司法程序的时候 你是要等很久 要明白 那两个成本都在 还有 你的排序 当然相对高一点 某程度上是高一点 但是 你的重点就是 你是否真的做得到这么多钱 这是一个考虑 所以做债券 其实是否真的 那么安全 没有事就安全 有事的时候 可能是更复杂 而如果你说 你用杠杆的话 同样是承受 承受colon的风险 一跌的时候 你都可以是 普通的跌了 例如你买的 逼地债 我们经常说 逼地债 逼地债 你买这些 跌下去 就占得不可以 它还没死 但是你怎么办 那笔钱 你可以做杠杆 你没有风险的时候 就没有风险 有风险的时候 就很麻烦 而且银行是看着你的 就是 看你单一债 他不是说 未必只 应该怎么说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看你整个 组织有多少钱 但是他都会 在每一只 不同single的债 single one 可能有一只 就是说 譬如有一个行业 突然之 喝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这个行业 突然死了 然后你里面 有些珍珠奶茶的债券 即公司的债券 突然之 他就会说 因为你那个市况 不行 最后他怎么办呢 他就将你的 collective value 降低 原本可能是75 但可能会觉得 看来不对 他就会走鬼 他立即将你75 变成零 你立即捧钱进去 道理就是这样 如果你单一只 当然 你over and all 很多只 他只是75 佔整个 portfolio 的多少% 他就缩小了 你可能就不太觉得 但如果你单一几只 这个就要小心 所以你计算一个资产组合 又会有个不同的考虑 所以买债 买值债的考虑 相对来说 是比较多的 更加担心的是 那间公司的背后 就是那间公司的背后 这件事真的要 你要想的是 那间公司的背后 那个操作 背后他有的问题 政策的问题 很多东西 会不会影响到他 那这件事 你是要有些专业者 才有这些connection 和资源去投资 普通人的话 可能你在买的 只是一个主观议员 只是觉得 挺好的 不如你在买内房债 几年前 5年前 你在买内房债 你买的时候 你觉得 那些楼上很厉害 挺好的 牌利率很高 那就买吧 今时今日 你看看 你是否在流寒 每个都在流寒 但当时你怎样 有这个判断 我觉得 但是你从 空城率 空置率 再从他每一次的政策周期 你去想 内房有没有危险 有危险的时候 他有没有东西可以 back up 令到有钱回来 他一定不会考虑政府救 这件事 这个不会是因素 计算不到 所以最后的时候 你便要去想 究竟 咦 他可能5年后有风险 那我就不买了 那这件事 会反映什么 反映他的利息 利息高 为什么利息高 因为你稳定 有一定的收益 的时候 譬如你给美债 高100个点子 有人给钱 但不是 100个点子都没有人给 200 300 400 一路上升 就是这样 明白吗 那你一路加 其实那个债息 那个息口 真的反映了 他的风险 反映了 行业的风险 所以这个不可以看少 所以 反过来 如果我买一只 例如我买一只 11厘的债 买一只 11厘的债 看来很快乐 但是 如果我反过来 我买一只 4厘的债 3条A A grade A grade 然后 我借钱 借钱就很高 借钱可能 2厘 我当作2厘 我这样倒上去 我中间每次抽2厘 抽到他有89厘 是否稳定 你买一只11厘 这个你可以自己想想 这个就是 融资的角度 不是一定的 你要是要想 而你也不是单一个组合 你可以是100个 和100个 的组合 死一只就不觉得 但是同时间 它是拿着这么多的东西 不同的 sector 不同的东西 它有它的安全 这个就比较难想 譬如我们回来的角度 4年前 如一方中的细贸 你买了细贸债 就是happy 细贸A grade Investment grade 今次今天 你看到的状态是如何 所以更加多 你买债的时候 你要研究去 行业结构 研究更加多 好了 到基金 基金有什么好处 基金的好处 就是 就是 你可以 给收藏费 给贵的收藏费 帮你搞 这个就是基金 基金的好处是什么呢 基金的好处是因为 真的有人帮你处理 所以变成它的分散度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一定要这样分散出去 不会过于集中一个sector 不会过于集中单一产品 单一债务 单一券 单一公司 都不会单一的 而且 选择正确的话 它在10年里面的波动率 相对来说 波动性是比较稳定的 这是可以做到上下 顺利下落 我像你看过去的连椅 这样 不过这些是相对的 不过它也未必增长 这个一定要明白 当然 你选择错不行 而且要明白它是怎样看的 这些是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说的 如果你看NPF,你都知道 NPF中了两个死月,第一个是月供 我月供片已经讲过多次,这是有时间性的关系 很简单,如果你选2020年年底退休,埋单计数 和2022年年头埋单计数,完全是两个结果 这是包含时间 包含时间的话,某程度上是一个sign wave 一个正元波,即是有波幅 如果有波幅的话,没有时间升,就搞不好 我经常说,炒股票不跟着节奏,你就会输 炒股票最重要是节奏,节奏就是一个wave 不单单只说M2,而是否inphase 第二个就是基金的选择性 这个就不多说了 NPF中的基金选择性,我们不会详细说 但这是其中一个死月 反正就自己研究一下 基于我们获利的模式 你选择好的基金作为一个配置的方法 都是可取的 不过如果你说是比较多的钱 建议都是由不同的产品去做组合 五个单只基金,很多东西都可以买来 而且应该是以整个组合的风险去衡量 不要单一 不要聚焦于这个状态 其实很多股友都出现这个状态 他投资100万,但有一只股票可能跌了50% 他整天都看着他很害怕 但一看一看为100万 其实都是跌了3% 其实他不知道 很多股友都是这样 就只是看着跌那只股票 但我整个股票都跌了3% 打个黑痴才不觉 我就立刻可以估走那股票跌很多 换第二件 只要那股票不升 我觉得他不升 我就估走他换第二件 换第二件 那我就可以追回那3% 你用这样的角度去买东西 你会轻松很多 容易一些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如果万一基金出现一个索回潮的时候 基金单位都会跌很多 跌得很低 你卖了基金 现在你说 我要卖出去换钱 一个人 当然没有所谓 很多人一起都在卖的时候 没有人接货 那价格就会跌得很低 而同时间 他背后是买了很多股票 那些都会扔出去 变成现金套给你的 其实主要是说这一部分 这个也是股市当中 一个很大的力量 特别是美股 上落都很大 如果你说市场是遇到这种大风浪 可能是瞬间会跌到15% 都不奇怪 那些基金 那些拆仓的力量 将会很厉害 刚才我们说的 那些一系列的东西 就叫建仓 就是杠杆 建建建建上去 借了这么多钱 跌那么多的时候 你升的时候 跌也备大了 那些人就拆了去 还钱 不不不不 拆出来就沽了你的东西 那就叫拆仓 譬如好像打仗 或者新冠这些东西 突然间来的时候 或者哪家核电厂爆炸 这些东西就影响很大 突然间就 你瞬间反映不到就跌到你捧钱 所以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杠杆也不能太大 即是 得益大的时候 你损失可能会很大 这个要明白到这个风险 最后就说说ETF ETF是有分主动被动 以前多数都是说被动 而被动 ETF好像很好 对吗 古神也说 铝股神也是主动 古神买的那些被动 首先 美股升那么多 其实有程度上 ETF也绝对是一个功臣 突然 ETF背后 其实也是主要以股票为主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 但是主要以股票为主 所以 如果股票有事 或者它也是有事 不是万能的 这个要明白 有些人只听了名字 就觉得很厉害 但是不是这样的 而有部分ETF 它都会每月派息 不过也要扣息税 这个要注意 所以你自己要计算 喂 是不是值得了 如果你扣美股 就扣三成 这个就要想想 说得更好 而有人认为 买ETF 其实最好就是 最好的选择 不过其实也不是一定的 板块就 不可以 自然什么都不可以 而且 好像前一年 你买清洁能源 电动车能源 都很好的 但是现在每个都跌到PK 你不估是死的 所以如果行业 是死值的时候 你什么AF 你都搞不定 那你的钱 都不会回到你 而派息 同时也会消失 因为没有收益 而且有部分 ETF 是用衍生工具去做 或者一些期货架 那些更加 不应该作为底层的资产 这个要注意 炒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做底层的资产 你很大机会会后悔 我们买基金 买分散的资产 是希望摊分风险 而你买这一类的ETF 作为底层的资产 是和风险产品挂勾 背道而驰 你看看美国 很多反向的ETF 都是合元又合 合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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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跌到低 就合在一起了 四合一 因为不停跌 因为它们有升贴水的问题 你一路越买越少 你走错方向 美股的大单边 反向就是反向 就是反向的大单边 就是它长期升 长期跌 长期跌 你就倍大地跌 2倍、3倍 就这样跌 你就越跌越少 接着跌到没有了 接着就合在一起了 本来1000元 跌到2元 接着就合在一起了 10股合一股 变成20元一股 就很多 看图就看到了 再不是你 简单一点 你买3175做基础资产 那你就会吓死人了 够你害怕 所以这些就不好 乱去做 这些是不对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 其实就 没错 每一样东西都是它的风险 真实的 你要找到风险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风险的话 哪有人输钱 每个都赢 每个都赢 每个都赢钱 每个都赢钱的时候 就没人赢钱了 你要明白这些 所以 你做的这些所谓的 股票用资 基金用资 保险用资 什么都知道 乃至你买的底层资产 譬如股票 债 基金 房子 优先股 什么都好 你要理解他们的关系 背后的逻辑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买完之后 在破坞里面的关系 这些就是 别人说的资产背质 这些是你需要 略略地理解的 你不可以说 我长期只买四个行业 譬如我 觉得Crypto很厉害 然后可能Crypto有些 ETF出了 有些基金出了 他就说 投资些什么 虚拟货币 铁锁 然后买些虚拟货币 资产 哇 升得很厉害 然后他又 我都说了 他有一段时间 会变成可以收息 有一段时间 就叫你这样做 风险很大 ADD就派到息给你 然后你买下去 然后他就说 全副身家 你看到很贪 哇 如果我捱了两年呢 那我多多少钱呢 每个月收到多少十万呢 你买完 然后就跌了 跌到 只剩下三个月 就没得跌了 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注意 那个思想 考虑的方式不同 不是炒股 你现在在做一个 很认真的配置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部分 会讲什么呢 就是下一条片会讲什么呢 就是讲 是不是债跌股升 接着我们会讲一下 债券基金 股票基金 债券股票混合基金 当中他们各自的一个问题 各自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买哪种 究竟买哪种最好 这个含金量相当高 另外就是杠杆问题 刚才建仓拆仓 我们会举些例子 我会讲一下 NTF NFT 和股东 究竟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NFT 可以举股东去拉上关系呢 当中有什么智慧 有什么想法呢 留在下一条片段 希望这个星期还没出 明天就继续出收视节目 我想讲一下北水果 好了 再见 多谢 拜拜